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洋洋在一起了吗? 互发童年毕业照 五个细节已已成为情侣 8月17日晚 由洋洋和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迎来大结局 明艳动人的迪丽热巴 帅气成熟的洋洋 郎才女貌的组合堪称是内娱的天花板 你是我的荣耀于途洋洋氏和乔晶晶迪丽热巴 是一对安爱的情侣 看完电视剧后 不少网友都希望俩能够成为真正的情侣 更有网友猜测两人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情侣 1.童年照 8月11日 洋洋和迪丽热巴在微博同一时间 互发童年毕业照 照片中两人动作和神态都很相似 两人互相喊话毕业秀安爱让网友激动不已 留言区都是客CP的粉丝 有的网友直呼 吓得以为是官宣 有知情人士爆料 趁这次童年照 是为了试探粉丝们的态度 为真正的公开再做准备 2.综艺互动 8月7日 洋洋和迪丽热巴参加快乐大本营 两人在节目中的各种互动也是很甜蜜 在热巴遇到不会的答题 洋洋也非常主动帮忙 后期剪辑也很给力 营造了一种甜蜜唯美的氛围 3.拍戏花絮 两人拍摄海报时会下一时的牵手 还有CP粉在拍摄花絮中 发现了戏枝末节 片场休息时 迪丽热巴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身份证后 想都没有想便直接放在了洋洋的裤兜里 这样自然的动作 让许多粉丝都怀疑两人 是不是真的在恋爱 4.庆功宴 你是我的荣耀庆功宴结束后 在等待拍照时 迪丽热巴用身体稍微挡住了洋洋的左手 随后将自己的左手伸到了后面 可以看到她的手肘角度 乘90度 几乎是可以碰到旁边的人 开始拍照后 迪丽热巴收回手 拿着奖牌微笑 脸上的笑容也是有假笑到越来越甜 还有一点小俏皮 而旁边的洋洋嘴角更是疯狂上扬 在感觉要憋不住时 洋洋低头调整表情再重新营业 因此有网友猜测两人是在背后牵手 5.炒CP 其实热巴本人是很抗拒炒CP的 因为2017年迪丽热巴和陆寒 组成的陆地夫妇CP经历了全网黑 给热巴的伤害很大 所以她自己不会主动带节奏 而且洋洋也曾在采访中说过 不会拿绯闻炒作作品 为人也是很低调 但这次两个却为一部剧 做了这么多营业的活动 让不少网友怀疑是不是在假戏真做 如今两人都是顶流 如果公开了恋情 是娱乐圈里不可多得的良缘 但如果只是网友们的过度猜测 那也希望两人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缘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